本节节目 叫萝卜炒鱼丧 最重要要记住 生炒 然后慢慢在锅边上灑点灼射肉 然后煮熟 鱼豆一定要切鱼鱼 因为有很多碎骨 然后才很响 還要冬天才好煮 因為夏天很難起膠 亦都很難有彈 這也是一個冬天的菜 因為冬天才煮魚鬆 夏天哪有人吃蘿蔔糕 蘿蔔一定是冬天才好 夏天吃紅蘿蔔 冬天吃白蘿蔔 這裡是鯉魚肉 冬天做鯉魚肉就很好 如果沒有20度以下都不要煮鯉魚肉 很難起膠 家中最喜歡蘿蔔炒魚鬆 是超麻煩的 你可以用這些白蘿蔔 但近日我喜歡用紅皮蘿蔔 因為它又甜一點和多水 預備少許蔥 稍後處理 先來攪拌鯉魚 先來攪拌鯉魚肉 你看到我的快刀手在這裡切片 因為你都是要剁爛它 為什麼要切片呢 就是鯉魚有很多骨 尤其是有很多細骨 於是我們就要切薄片 然後切碎它的細骨 吃鯉魚肉就不會噴出骨 你現在聽一下它 切下去它都會是刺激的 就是有些骨在這裡切碎它 所以不要偷懶 尤其是如果你家中有老人家 或者有小朋友的話 更加這些步驟不少得 你告訴我可以去街市買鯉魚嗎 我一向都不是一個懶人 尤其是現在疫情 我絕對不會去買碎豬肉 碎牛肉 甚至乎鯉魚肉 因為你都不知道攪碎機 乾不乾淨 或者有人咳嗽東西 你都會暈倒 所以很失傳 大家都不喜歡去做的功夫 現在要學回頭 因為是真的安全一點 現在已經切片了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鹽 現在就開始剁碎 要放少許鹽 放鯉魚肉 然後一起剁碎 這樣就容易起膠了 剁到它自己會起膠 也不用剁碎 放在一個盆裡 然後可以醃 好了 我們現在就做魚餅 先預備一個盆裡 放少許油 因為你把魚餅放在這裡 讓它不要黏 做好之後 用一個漂亮的魚露 我覺得全香港最好吃的魚露 就是這個 是越南的魚露 當然不少的是胡椒粉 超級大量的胡椒粉 超級大量的胡椒粉 少許糖 這樣就開始弄均勻了 現在這樣它就好像散了 這樣就不要緊 因為等一下你會搓勻 它等一下又會黏起來 很有趣的 現在你想要弄均勻的 一定要加少許上湯 就不會太硬 好了 去到這個時候 就要加少許生粉 加少許油 就好了 你想它更香 也要加多些麻油 胡椒粉 最重要是再加多些胡椒粉 現在它又要切成膠 很棒 好了 可以打碗 冬天就不用搓得太緊 因為它自己已經起了膠 我想多加少許上湯 因為你不能調校味道 於是要做什麼呢 就是要做個鑊 你不斷地將一坨仔煎 來試試味道 然後就調校 加少許油 試一粒小粒 你現在這樣按下去 你感覺到它有這麼小粒 都有彈力 這樣就對了 你加水分就對了 現在唯獨要試味道 正確 好 試味道正確 這裏是芫荽 芫荽切到這麼小粒 我忘了告訴大家 這裏是蔥 要等到魚餅裡 用手 比較好 用筷子 因為有膠黏黏 用手 方便 有勻 多些芫荽蔥 也不要緊 因為魚餅會比較香 現在做什麼呢 一定要有鶴水 然後 預備做魚餅 有水 很有趣 不黏你的手 一個角 一個角 這裏大概可以做到六七個角 你覺得手 開始黏黏的 就快點 又做一些水 又再搓 一個角 一個角 做到差不多大小 好 整成六角 那我就切了它才決定 究竟用三個還是四角 那我就會切到四四方方 先 我喜歡裁到它漂亮些 條條的一樣 兩款 我想也要切多一個 現在快要漫長的過程 不用油 放進去 加少許 你知道我做了很多上湯 就是用上湯去餵它 慢慢煮到熟 熟 熟為止 這個過程 起碼半個小時 9個小時 這樣 開火 就是一個中火 不要太大火 要不然它會變焦焦 你現在要慢慢煮 然後慢慢就餵點水 有很多人問我 他說 阿蘇 用這麼蠢的方法 用上湯 煮一煮 把蘿蔔都放進去 就可以了 不用站在那裡 四十五分鐘 半個小時至四十五分鐘 慢慢去生炒 有分別的 蘿蔔就好像一個海綿 吸水 當它熟的時候 它就停止吸水了 現在我們一邊這樣炒 很有趣的 什麼時候可以 就是你看到它全部透明 你就不要再放水了 它剛剛吸到透的時候 它就全條透明 你看到它是實心的 當你看到它透明的時候 就已經煮好了 吸光了 但是如果你去找一煮水泥去煮它的話 那個蘿蔔蒙的 它就不會 慢慢吸水 它就軟了 吸了 是過多水了 變成 你再炒蘿蔔炒魚鬆的時候 它是海綿 當你再炒它的時候 它就射出水 這樣就一點都不好吃 如果你想吃好的東西 一定要用心思 還有現在大家有空在家做什麼 就炒一下這些功夫菜 就是這樣 現在就是這樣 一邊這樣炒 隨便吸水 收回小火 然後又放湯在旁邊 我自己煮上湯 你說 用街買那些 一盒盒的雞湯 當然可以 現在 你現在看看 條條都很活潑的 它不會軟 斜 斜 條條都直直 但是你已經看到它吸滿了水 少少透明 而不是裡面實心 現在這樣就可以了 這裡的鑊是吸了水 這樣就可以了 放下去千萬不要動它 和煎蛋一樣的道理 這個很快就可以了 現在 反了它之後 你就可以 由它定一定型 定一型之後 就可以壓一壓 又不要壓太多 待會反著麵再壓 現在反著麵 再壓 大概每個都大 我很懶 我這邊用一個很微的火 將它少少油拿過來 讓它自己煎 我可以在這邊快手煎 所以你只要將它的形 壓好之後 就是這樣 就可以拿到旁邊 讓它在這邊煎 好 轉到旁邊 轉到旁邊 慢慢煎香 今天就預備剩三個 我有一些就不煎太焦 要不然明天再煎一次 然後這三個就可以煎焦 因為今天這三個 明天另外這三個就不太焦 但是煎熟了 我就放在冰箱裡 好了 這幾塊 包著明天煎熟 這幾個就簡單了 因為你每條大概都是這麼粗 那你就切回 大概是這麼粗 但是千萬不要熱切 熱的時候切 就包著你 就切到脫脫離 現在你放涼 這樣切就非常好 好了 可以等到這個一起等 今天晚上炒 好了 現在放它下鍋 油也不用加 少許蠔油 少許麻油 然後放它 OK 快點 快點 如果你們覺得好吃,記得訂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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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鈴鐺,再見